207. 東方日報 漢語教學提升專業技能 2015年7月15日呼刊E05列述說中國的發展為國際所觸目 令不少歐美國家掀起一股學習普通話及中國文化的熱潮 直接推動相關導師的需求 亦令培訓導師的對外漢語教學課程推陳出身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將於9月推出全新兼讀制 實用對外漢語教學法高等證書課程 提高相關的基礎理論、課堂組織、教學設計 環有普通話語音、詞彙、文化的要點 有助學員了解香港及內地對外漢語教學的現況 提升專業技能及教學水平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歐美國家早已掀起學習普通話熱潮 而這股熱潮亦正在升溫 市場需求龐大所謂對外漢語教學 是指針對母語非漢語人士的中文教學 如外籍人士、非華語學生等 現時市場對普通話老師的需求很大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學術統籌主任韓仰宏表示 近年不少在港外籍人士學習漢語 加上本地中、小學的中文科、國際學校 在籍人士甚至非華語學生 都需要普通話導師的指導 所以無論是正式的學校或私人授課 對這方面的人才需求深恩 他指出,課程與坊間舉辦的漢語教學碩士課程不同 只在為有至於從事對外漢語教學人士 提供基礎教學理論及教學方法的訓練 提升其教學技能及水平 因此學員無需持學士學位 教學外用長盡課程為兼讀制 為其約半年 由母語為普通話的資深導師以普通話授課 學員需要修讀對外漢語教學基礎理論 對外漢語語言要素教學法 對外漢語語言技能科教學法 和對外漢語教學實踐四大範疇各30個科士 韓表示 在對外漢語教學基礎理論中 學員除了認識到對外漢語教學的發展和現狀外 導師更會教授課堂組織 教學設計和教材的比較 選擇與使用 讓他們對教學法有更好的掌握 課程也會詳細研習語言要素教學法 及語言技能科教學法 兩者分別讓學員在看語語音、看字、詞彙、語法、 及聽力、會話、閱讀、寫作等方面提升教學能力 他補充 在實踐方面 課堂上會進行模擬教學 讓學員以觀摩、討論和匯報等互動方式學習 此外 導師也會運用影片、錄像等教材 讓學員可更清楚和仔細地學習教學技巧 多方面評估能力課程不設任何考試 但學員雖於各科目取得合格成績 方可取得畢業證書及學業成績表 韓表示 每個科目都設不同的評估 主要重集作、測驗、課堂演示等範疇 評核學員在對外看語教學法的掌握及教學能力 由於涉及對外教學 該課程修身較為嚴格 隨遲有院校之普通話高級教師文憑或中國語文教學法 普通話、專業文憑或同等學歷證書的人士可免考入學試外 其他有意報讀者需要參加入學考試 而課程亦要求申請人達到一定的普通話水平 以確保他們本身已對漢語有基本知識 課程資料課程名稱 實用對外漢語教學法高等證書課程舉辦機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收生要求 慈學院普通話教師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 普通話水平測試 三級甲等級PA、DSE考試五科合格 最多兩個應用學習科目中 英文特二級以上或同等學歷 或B成功完成偽進文憑課程 或是年齡在21歲或以上 據三年相關工作經驗 所有符合上述資格者均需參加入學試 慈本院普通話高級教師文憑或中國語文教學法 普通話、專業文憑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可免考入學試、開課入期 9月學費12000美元 分議期矯交、查詢3411-1911-3411-5485 網址 www.z.hkbu.edu.hk 讚問、列屬話部分攝影、張錦昌部分相片、由受訪機構提供 中間歷證書、通討論、報道電話、判定、忍向電話数 確認中、層日取、積異、小月、調查詢411-5422-413-613-613-82520-2513-612-712-1022-87525-1010-912-142011-1513-613-1812-713-1815-178-2012-1514-1628-1614-14-1612-1518-16元,